大哥 這麼熱的天氣 我常常中午都吃不下飯 但唯獨樣東西 來幾碗都沒問題 就是眼前的這些冰 像是這幾個我想應該就是 很多的顧客來到這邊 最喜歡點的 對… 我先從這個品嘗好了 這個是什麼口味 芋頭 芋頭的 這個天氣吃一口冰 一定會瞬間消暑 我就不客氣了 好 有喔 有芋頭的口感 它吃起來的口感就好像是 真的吃到芋頭的那樣的感覺 很真材實料耶 好喝 而且大哥我完全可以吃得出來 它沒有任何的添加 就是芋頭的清香 那大哥裡頭還咬到了 一小塊一小塊芋頭的顆粒 對… 那它吃起來會帶有一點Q度的口感 是怎麼辦到的 放那個 以前是放太白粉 現在是放那個素素粉 CMC 沒有加那個蓬鬆劑那些的 就像冰淇淋放蓬鬆劑 真的沒有蓬鬆劑 所以我們的冰比他們的冰還要重 是 都是純天然的 對 那大哥像是這個 又是什麼樣口味的冰呢 這個差不多20年了 那是當初日本很流行的抹茶冰 剛好隔壁以前是賣茶的 他有賣茶粉 就跟他買茶粉來做 做一做吃起來口感 客人吃了就很喜歡 就把它保存下來就一直做 所以說這個抹茶粉是我們龍潭出產的 龍潭的在於白年茶廠 那就一定要吃吃看 其實我覺得它的顏色 光是用看的就會非常的漂亮 這不是化學的 這天然的 這放久的話會變黃色 它這個茶葉粉 茶粉都是外銷日本的 代表它品質很好耶 對啊 那我吃進嘴裡的口味呢 我覺得非常的清爽 然後有茶香味 最厲害的是它不會有色的感覺 對 所以代表這個茶粉 它的品質很好 對啊 那大哥這一碗又是什麼樣的冰呢 這個是最好賺又最辛苦的錢 最好賺又最辛苦 這樣聽起來不是有點矛盾嗎 對啊 怎麼說呢 這冬天加工就是加工這個蜜餞 每個蜜餞要一顆一顆的剝 所以我們上面看到的 這一顆一顆的果粒 都是你們自己親手剝的 來…綠仔鹹 明南話叫綠仔鹹 冬天就剝那個 大哥看得出來 你們冬天在備料的時候很辛苦耶 因為李同家的果肉也太多了吧 對… 那我就品嘗看看 你看 鹹酸滴的味道對不對 它吃了真的有瞬間降溫的感覺 因為酸酸甜甜又有一點點鹹鹹的 這樣的味道實在是太適合這個季節了 對… 現在是賣最好的 真的喔 大哥 因為其實它的果肉 嚼起來會越嚼越香耶 雖然說過程很辛苦 可是客人吃到應該都非常開心 對 老少賢儀啊 大哥 除了有很多的客人 喜歡吃你們這邊的冰之外 聽說你們的飲品也很受歡迎 這杯應該是檸檬汁吧 對… 大哥 這杯實在太讓我驚豔了 我第一次看到有檸檬汁裡頭 竟然放了這麼多檸檬片 有整顆耶 有一整顆啊 因為喔 你檸檬會苦啊 所以你切半顆給客人 半顆就要丟掉 乾脆全部都切下去了 來到這邊喝檸檬汁 也太物超所值了吧 一杯 然後就一顆 大顆的檸檬 好 那我就大口品嘗 夠酸 大哥 因為它裡頭啊 有加了檸檬皮一起下去製作 所以說喝起來它那個果皮香 會增添它整個山香氣的 一種豐富的口味 對 大哥 這杯應該非常多人喜歡 來這邊點一杯 喜歡啊 那個中科院的女孩子 更喜歡喝檸檬汁 她中午把冰品喝完了 果皮還留著 再像一百度的溫開始去泡 泡一個 把果皮的精油泡出來 也是很好喝 養顏美容啊 而且大哥我還發現啊 其實它喝起來的口感是 檸檬冰沙 它有碎冰在裡頭 對啊 這個冰啊 也是一樣的 因為呢 特沙 然後拌一拌 去機器再做 做好的時候 再來做這個冰品 嗯 難怪呢 這跟我在家自己做檸檬汁 喝起來的口味不一樣 對對對 都是純手工的那個 那大哥 因為我們這間店開了80年了 有沒有那種 吃了三代同堂的客人呢 有啊 他問我老兒子 他阿公說 我以前跟妳阿婆的約會 就在這邊約會 太可愛了 就是在這邊約會 所以才有這個孫子嘛 對不對